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切不正义的 非常个性强烈如火 言辞之肉如火炬 他的言语 他的行动 饥饿如仇 毁灭 带着天主的毁灭 假如人不好好准备自己 那我在我的生命当中 我碰过好好的利用这个江宁期 利用所谓的江宁期 我们整个人的生活 整个人的生命 是在准备未来基督的来临 我们常常讲说 人在死的时候 人的尊严才全部的实现 就是我的真正 我人这一辈子活得怎么样 有没有价值 在我走的时候 我们中国人讲盖棺定论 那人在死的时候 基督的第二次来临 或者人的末日准备好 那在这个之前 今天我们看到是 这个厄利亚的先知一个毁灭 所以人家问耶稣基督 是不是厄利亚来了 可是耶稣 当然是耶稣基督 超越这些先知 他是真正的天主的救世者 是我们的基督生命的一个救恩的给予者 我有一次碰到我的同学跟朋友 是一个基督徒 他说他的母亲真的是 如果厄利亚来的话 大概用火轮带着他到天堂上去 因为一辈子很虔诚的基督徒的生活 等到他最后的时候 最后的阶段在病床上的时候 许许多的亲戚朋友 他的孩子都在旁边 脸上流露喜悦快乐 这种感觉是非常特别 我们一般人对死亡是非常害怕跟恐惧 我听到过好几个这一例子 我的牧林经验也有 在我陪伴一些王者 在要走之前 要往生日之前 在他面前跟他讲话的时候 看看他那个眼神 好像准备好自己要离开的时候 如同跟先知一样 到天上去的那个感觉 所以我碰到过那个妈妈 这是我的一个朋友的妈妈 她说 她说妈妈好像真的准备好了 这真是我们讲善终嘛 很好的福气 准备好了到最后的时候 他讲四个字 我们天主要常常在人走的时候 讲习子安索 我的生命找到完全安定的地方 那个妈妈在最后的时候 是回头看周围的 所有的亲戚朋友讲一声 习子安索 还用一个手势告诉他的孩子 然后闭眼睛走掉 所以在江林期 这在讲说我们准备天国的来临 我甚至碰到过 中国的传统的习俗 说人在走的时候 假如他差不多都会知道 他会下床 跪地清地 有的在回到床上 我碰过一个佛教修行的人 他说 在地上清完了之后 回到床上打坐 然后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生命当中各式各样的 当然也有车祸 或者打的灾难各式各样的 那重点不是说怎么走 怎么走 我们常常与我们的习俗来讲 是你怎么活 所以今天厄里亚先知是 惩罚那些恶人 是非常强烈 稷儿如丑的 非要把天主的正义实现的 一个人的先知的味道 可是另外一个重点 我们也可以反省我们自己 我们是怎么过我们的生活 好好地准备基督第二次的来临 进到我们生命当中 带给我们生命的希望跟救恩 谢谢大家 给我们生命当中